Lala Lala 我是723 今天來打未來3的深淵大摩 打之前 多多回來 先接她回家 多多這次拿不到東西 就要繼續女裝了 有一個罐頭 先幫她換回正常的衣服 然後呢 因為有寶白家英華 所以趕緊趁著有 快點打了 不然之後要再拆就很難的 那我們呢 因為升了我們的水精靈三階 所以應該可以在 對二星的關卡 會有一個厲害一點的感覺 所以就帶了水精靈過來 看一看那個 程度去到哪裡 可不可以打過我們未來3呢 那一開始就 都是 一些小怪 那我們就 儲著錢先 站了好多 好快死的 都可以的 送錢 升一升 不過前面沒有什麼 感覺去碰盒之後 就會出了很多可怕的東西 應該 還有 紅色的敵人 幸好也有大過打紅色的 對 有一些小怪 我們的超擊就結束了 然後再搭一點小貓出來 因為也快要碰塔 出現了一隻二星的噴噴老師 他也打得很快 而且他一下子打很多 我們前面的炮灰被人打完就很尷尬 有水精靈 再叫多一隻水精靈出來 有兩隻的話應該會比較好 補回炮灰可以給學者做一部攻擊 我現在才發現原來水精靈打的時候會發光 大家可以看看 他會發一個淺色的藍光 說說天照都歸了西 希望噴噴老師都快點歸西 我們就可以打完未來3的這一卡 然後就可以繼續向前進 看上去 水精靈是可以把他彈開和緩慢的作用 但他也是可以繼續攻擊的 搞到我們就麻美都死了 反過上可能帶波特上來打一打都會不錯 因為波特有個暫停的效果 所以噴噴老師是不能攻擊的 下次也可以試一試 除了我們對2星很耐打的水精靈之外 其他超激都沒有在 我們再叫學者出來 錢都可以的 然後叫第三隻水精靈 噴噴老師就歸西 我們現在就把塔拆開 搞定了 未來3的深淵大鍋 沒有跌綁物 打完了 然後呢 這個就是前幾天 有個宇宙篇的寶貓嘉玲華 順手去開啟我們宇宙的篇章 因為地球未拆到寶 所以就由地球開始打氣 這個是第一卡 感覺上應該不會很難的 一開始就有兩隻狗 還有一隻有星星的二星 剛剛水精靈之後 我早已派他出來 所以就打不到 這下應該打到了 然後看看碰塔會有什麼 就完成了這個 然後獲得一個 粗劣的人類 這個寶貓的名字很搞笑 我來打一打最新的 是打到去土星 又來看看土星是怎樣 欸 欸 不用得 應該有那個條件限制 出去換一換 差點都忘記了 宇宙篇是有限制出擊的 那他又要300元以上才可以出擊 那要改一改 300元以上 就是所有那些 我們用慣的小炮灰 就沒有300元 好多多元 了 那波彈還沒升 不過帶上去先 不過帶上去先 那裡還有一隻 還有一隻,應該放什麼呢? 小小貓,也可以試一試小小貓的樣子 好像很少機會帶小小貓出去打 OK,開始我們的土星之旅 一開始就出了一隻禮 感覺上錢應該會有點漫漫 還有一隻馬蠟走得很快 那我來一點吧 一出牆就歸一世 嗯,因為紅色的人都多了 就大了一點是打紅色的 之前那隻活動送的也有帶過來 它是降工的呢? 其實刪得很可愛 終於夠錢可以叫我們的水精明出來 OK OK 然後波特也可以初次上場 雖然好像暫時沒有異星的敵人 波特好像和水精明出來 都好像... 都可以的,可以出來打一打 當是遊牆吧 OK 打完了 一次打了,非常好 好了,那我們就... 今次就...打到這裡先啦 上宇宙片開啓了應該都... 之後會蠻好玩的 因為會... 出擊條件每個都有點不同的 對 對了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